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都知道犹太人其实是在世界上各个领域成就都非常的非凡 那为这个人类也带来非常多的贡献 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各位知道吗 还有呢 对 最大的贡献其实就是介绍给我们耶稣 耶稣也是犹太人 然后我们所读的圣经呢 其实也都是犹太人写的 所以其实犹太人对于这个世界的贡献其实真的非常的大 但是他们其实 你看他们的历史来讲 他们其实颠沛流离 所以呢 我常常跟犹太人在聊天的时候 我就会问他们说 你们是不是特别聪明啊 为什么你可以带给人类这么多的贡献 那有很多犹太人会跟我说 其实他们并没有特别聪明 他们很多的智慧其实是从圣经来的 那当然也有很多的犹太人说 其实他们会之所以能够有在各个方面有这些表现的杰出 是因为他们的环境真的非常的困难 所以激发了他们的潜能 那今天呢 我就要来跟各位来探讨一下 犹太人他之所以成功的秘诀到底是什么 其实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教育 还有他们从圣经里面所获得到一些 可能一般人都觉得 哇 这真的是颠覆我们思想的一些智慧 那其实有一个原则 各位如果在思想就是 我们怎么样教育我们下一代 其实有一个原则就是你去思考 神怎么教育我们人类的那个方法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 神怎么教育我们人类的 其实就是我们怎么样教育我们下一代 而神教育我们人类的方式 如果你仔细去看 有很多是跟我们现在教育方式是很不一样的 我待会会跟各位一个一个来看 那当然2021年 我们要先来思想一下一个课题 假设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当中可以活85岁 那我们真正在学习受教育的时间 是大部分是1到22岁 大概就是占了22年 那接下来的23岁到65岁我们在工作 所以我们工作的时间大概是43年 那到最后65岁到85岁我们退休 所以退休的年大概是21年在退休 那你会想说 我们有22年都在学习 真的这么久吗 不要忘记了每一天有24小时 我们从凌晨0点到9点 我们大概都是在睡觉或休息 不会工作 我们真正工作或学习的时间 是从9点开始到晚上6点 那6点以后我们又是休息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我们到底学习的时间 占我们一生长度的时间有多久呢 我帮各位算了一下 大概我们一生当中 只有10%的时间在学习 那另外我们呼应神的呼召 投入到这个职场上 去做神给我们这个命定的事情的时间 大概只有16.7% 那剩下有四分之一以上的时间 我们在睡觉或休息 各位看到这个数字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你会有没有什么想法 其实你如果看这个数字 我们会觉得 好像学习的时间很少 我们只有10% 一生当中只有10%的时间在学习 但是这10%的学习 却决定了 我们另外90%的人生是怎么样 所以学习真的非常的重要 那另外呢 工作的时间这么多 然后工作时间这么少 睡觉时间这么多 你会有什么想法 对吧 你有没有仔细想过 我们人的一生当中的四分之一以上的时间 是休息掉或睡掉的 很可怕 当我知道这个数字的时候 所以我后来开始 我每一天 我大概睡眠的时间 大概每一天是五到六个小时 就尽量少睡 赶快多用一点时间 来回应神的呼召 因为我说了 按照这样的算法 其实你回应神的呼召 开始投入改变世界 这样一个任务当中 只有16.7% 其实人的一生当中 你只有16.7%在工作的话 在贡献这个社会的话 我觉得真的时间也蛮少的 那这样的人生分配 你想不想重组呢 在2021年 你想不想重组这样的人生分配呢 然后我们华人的一个思维 学习为了工作 工作为了退休 这样的人生你要吗 对我来讲 如果人生只是为了活着 学习为了工作 工作为了退休 然后接下来等进天家 这样只是为了活着 我觉得对我来讲 这样的人生太无聊了 当然我不知道你的想法是怎么样 至少对我来说 我希望我的学习 能够带给我未来 这个90% 假设只有10%的学习来学习的话 我希望我另外90%的人生 我可以活得很精彩 而且我甚至希望 我不要退休 我就一直到建筑面的前一刻 我都在为主做一些事情 当然这是我 不见得代表每一个人 因为我有工作垮 那我之所以会投入教育 其实我不是教育工作者 其实我的本质 其实我是做创投的 所以我会看很多的新创公司 那为什么会投入教育呢 因为我太太他们家 都是做教育的 那你知道这个 跟我太太结婚之后 如果两个人的这个语言 没有交集 那一定是以失败收场 我太太呢 因为是做教育的 常常关心的事情 都是他学生的事情 所以都是关心他的这个学生 未来的这个出入 应该是怎么样 都在关心别人的生命的事情 而我呢 因为是做创投的 所以总是关心 我的投资人 能不能够投资获利 我投资的这个公司 能不能有好的发展 所以在关心的 永远是自己的事情 那如果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如果没有人做出改变 不然就是要去参加 那个夫妻恩爱营 所以呢到最后呢 我只好选择 那就我做出改变 所以呢 我在这个去完 第一次去完以色列之后 因为第一次去 大概都是朝圣 那去完之后 我就问神一个事情 难道我去以色列 就这么一次吗 还是每一次去 都是只是去朝圣呢 能不能跟以色列 有发生一些 其他的事情呢 那我就想到 我太太他们家 一直以来 从清朝开始 就是办教育的 我想说 那会不会跟教育有关 那我就开始想到 犹太教育超过千年历史 华人教育也超过千年历史 如果不把这两个教育 整合在一起 能不能发展出一个新教育 可以改变世界 就因为这样的想法 我跟神祷告 没想到祷告完之后 一切神秘 不是神秘 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开始台湾就开始 因着我们的努力底下 待会会跟各位报告 跟以色列 就有很多的教育的一些交流 那这也是为什么 我可以跟各位分享 犹太人的智慧 还有犹太人的教育 那我非常清楚 要整合华人教育 跟犹太教育 可能在我这一生当中 我都没有办法看到它发生 但是总是要有人开始 再加上我是个 创业性格的人 所以我想说 一定要开始 然后就开始去做 所以我们在以色列 成立了目前也是第一个 由华人所设立的 目前也是唯一的一个 非营利的教育中心 它的宗旨就是要整合 犹太教育跟华人教育 那因着这个事情 开始我就走访 各个以色列的教育机构 那我带各位来看一下 首先这是幼儿园 幼稚园 这是以色列幼稚园 然后跟台湾 其实也没什么两样 那这是以色列的幼稚园 小朋友在吃饭的时候 各位我们小朋友 在吃饭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都会叫小朋友做好 对不对 那个以色列他在吃饭的时候 是乱糟糟的 他会去玩食物 也会把食物弄得一地都是 但是老师不会去制止 因为他们有一个观念 你在小的时候 大人绝对不可以跟小孩 一直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因为你想想看 你从小假设就一个人 在你的耳朵旁边一直说 不行不行不行 你长大以后 你的个性会是什么 什么东西都不行 而且你会变得很闭塞 你会没有创造力 因为什么事情都不行 所以犹太人 是很忌讳在小朋友 很小的时候 跟他讲不行 所以他玩食物 或者把食物弄乱七八糟 犹太人就说 本来就这样子 所以犹太人的观念就是 Why not 你就去试试看吧 跟台湾就不一样 这个呢 这不是以色列人 这是我的两个小孩 那个时候还很小 因为我们那时候去以色列的时候 大人谈事情 小朋友就在旁边玩 那我们去幼稚园谈事情的时候 那我的两个小儿子呢 就在旁边玩沙 在以色列幼稚园 每一个幼稚园一定有沙 台湾的幼稚园有沙吗 很少对不对 那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小朋友都喜欢玩沙呢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很好塑造 有没有数零一点的答案 来 对 是 我们都是神用尘土所造的 对不对 那神他吹了一口气 所以我们都有神的形象 而这个形象其中有一个 就是创造 所以神用尘土造我们 他又把他的形象 其中一个是创造给了我们 所以你看我们一开始生出来的时候 我们都很喜欢拿黏土 泥土去塑造去创造 但是因着我们的教育 现在台湾的教育 幼稚园都没有沉土了 所以也没有沙了 所以小孩子的创造力就被局限了 但是以色列每一个幼稚园里面一定有沙 我小孩看到了高兴死了 在台湾没有跑到以色列去玩沙 所以这个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问题 我们是不是扼杀了神给我们的一些形象 从我们的教育当中我们扼杀了 以色列其实有幼稚园是从 从幼稚园开始就开始在强调科学跟科技的教育 而且各位看到这个幼稚园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幼稚园 因为他从幼稚园开始他的老师都是要么就太空人 要么就是这个诺贝尔得奖者 他们都会投入到幼稚园教育里面去 那这么有名的幼稚园大家抢着去念 他就把它开在沙漠里面 你知道为什么吗 很多傻的很好 好 犹太人很聪明 他想着一石二鸟 因为他要开发沙漠这个地方 所以他也很清楚知道我最好的学校到哪里 人就会往那里移居 所以他把最好的学校开在沙漠地 所以我们去看的时候 那个学校的附近全部开始在盖高楼大厦 所以你看犹太人很聪明 那我们的好学校都开在哪里 市区 对 我们就一定要开在市区 因为我们想要说要开市区才会有学生 可是我们都没有反向思维 我可不可以把一个很好的学校 或者是现在还没有成立 但是我认为我们所办的学校一定会很好 所以我把它开在偏僻的地方 那个地方最后一定会被发展出来 这个就是犹太人的思维 跟我们华人思维不一样的地方 这是他们的小学教育 在犹太人的以色列的小学 一定都是闹哄哄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学习方式是辩论 他不是听老师讲课 因为他们认为老师讲的不一定是对的 所以我们在圣经常会读到 耶稣是不是一直在跟文士 跟法利赛人在辩论 其实那是常态 在以色列学习就是靠辩论出来的 不是只是听讲 这个是我的大儿子 我们那时候去小学 也是跟校长开会 突然一转头 我儿子怎么不见了 然后出去校园找 原来他被明星般的对待 因为在以色列很少看到这么小的 因为他那时候才大班 这么小的这种华人小孩 跑到以色列去 那是很少见的 所以我的小孩就终于享受到 当明星的滋味 大家想着要去跟他拍照 这是中学教育 中学开始他们就动手 开始在做事情 比如说机器人等等 各位看到这个图片上 是有中学的女孩子 你知道他们在干嘛吗 做什么东西 做糕饼 各位 那个是牛的脑袋 他们在解剖牛的脑袋 因为他们要学习脑袋的构造 各位 你从他的这个表情上 你有看到任何惊恐之情吗 没有 反而是非常的enjoy 对不对 因为他们很享受在追求知识的当中 所以这跟台湾也是有很大的差别 我们的孩子在念书的时候都愁眉苦脸的 这个是 也就是神回应了我的祷告 就是第一届我们跟论坛报合作 然后带了台湾的学生到以色列去 然后在以色列的高中里面 跟他们做一些交流 一起做一些科学的实验 接下来这个呢 看到的是以色列的既职教育跟军事教育 各位台湾还有既职教育吗 我们的既职教育现在几乎已经死掉了 很少有职业学校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在西方的国家里面 尤其是比较先进的国家 像德国等等 美国 然后以色列 既职教育很重要 而且既职教育的数目 远多于一般正常的学校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台湾基本上都没有既职学校了 可能就像我刚才讲的 我们被一个传统思维给绑住了 就是你要念好的大学 然后你才会有好的工作 然后你才会有好的退休 就是这种思维绑住了我们 其实既职教育非常非常重要 然后我们也看到有穿卡吉色的衣服的这些学生 他们是军校的学生 虽然以色列就是男生一定要当兵三年 女生要当兵两年 但是他们也有一开始就决定 我从高中开始就要念军校的 所以这个是他们军校的学生 你看他的站的姿势 如果是在台湾大概就不及格 因为我们台湾一定要立正站好 他好像没有站得很整齐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跟他们在军事教育的一个观念有关 他们不认为一个口令要一个动作 我在当兵的时候一个口令要一个动作 而且我不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当完兵出来变笨了 我大学念的都忘记了 那以色列不是这样 以色列的军事其实它是教育的在延伸 所以很多人很enjoy当兵 因为在从军的过程当中 他可以学到很多的尖端科技 所以这是我们台湾要学习的 我们台湾应该要把我们的军事 作为我们教育的再延伸 把很多的尖端科技 让我们都可以在军队里面去学习 那这个是以色列 那以色列我刚才讲 他不认为一个口令要一个动作 因为如果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指挥官下达错误的命令 将会全军覆没 那你看以色列在很多很有名的战役当中 他都是用很少数的人去击败了敌军 那当然这个我们基督徒会知道 这个是神的保守 但是在人的本分上面 他们一个观念 我觉得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就是每一个士兵 他都是一个指挥官 他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而不是完全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因为指挥官如果只有一个的话 其实人的智慧是有限的 如果指挥官下达错误命令 那就是全军覆没了 所以这是以色列的军事教育 很奇怪的 不是很奇怪 很独特的一点 当然这样的观念里面 也延伸到他们的一般教育里头 所以他们强调辩论 不见得老师是对的 这个是以色列的这个飞弹防御系统 为什么要讲这个 以色列其实在没有这个飞弹防御系统以前 你听到这个警报声 就是代表周边阿拉伯国家 大概就开始射飞弹要攻击以色列了 他们一定要在60秒之内 要躲到防空洞里面 可是发明了这个铁穹武器之后 他们可以用散步的 满满地走到防空洞里 那以色列其实是全世界的前四大军事强国 甚至连他们的以色列航空 以色列只有一家航空公司 就是以色列航空 上面都配备有反飞弹装置 所以你常会听到说很多回家国家 想要把以色列航空给打下来 可是有发生过吗 没有 因为它有反飞弹装置 还有它的安检非常的严格 那以色列是全世界前四大军事强国 它的人口只有我们的三分之一多 它的国土只有我们的三分之二大 但是它是全世界前四大军事强国 那我们台湾早期的雄风飞弹 IDF战机技术 全是来自于以色列 还有很多其他的 当然机密 不能讲 所以以色列它这么的强 但是它对于这些战争的看法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次我们跟论坛报合作 带台湾学生去以色列的时候 我让他们在那边玩 玩了 很高兴 很高兴 然后台湾学生突然讲了一句话 他说 你们好厉害 在六日战争里面 你们只用六天 就击败了几万的阿拉伯联军 你们真厉害 顿时之间原本是非常欢乐的 鸦雀无声 沉急了一会儿 然后突然有一个以色列高中生 讲了一句话 打破了沉急 他说 只要战争开打了 所有的人都是输家 他们有资格去骄傲 因为他们是前四大军事强国 可是他们的高中生却说 只要战争开打了 所有的人都输了 为什么他有这么高的 这样的一个看见 因为他们的教育 他们不会因为自己很强 就认为说 你看我多强 我就是要仗着我的武力 去征服别人 没有 你看他 其实他都是防御比较多 OK 所以这就是他们教育很成功的一点 战争开打了 所有的人都是输家 那他们对于教育非常非常的重视 他们有几句我觉得蛮不错的话 首先 老师比国王还伟大 所以在座的老师 我要恭喜你 你比我们总统蔡英文还伟大 还有呢 国家可以没有 学校不能消失 所以在以色列复国以前 他们先做的一件事情 是到他们的这个加南美地上 先办学校 之后才能复国 再来 钱财可以被夺走 智慧却抢不走 因为在颠沛流离2000年 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 他们知道只要人已欺负他们 他们的财产可以顺时之间没有 但是只有一个东西别人抢不走 就是脑袋里的东西 就是智慧 永远是你脑袋里的东西 智慧可以让你东山再起 是别人抢不走的 所以他们很重视自己的教育 接下来呢 我要用一些问题 来跟各位讨论一下 然后来看看以色列的教育 它的独特之处到底在哪边 首先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 如果你的小孩问你 长大以后要做什么 你会怎么回答他 很好 你已经讲标准答案了 这样我就没有梗可以扑下去了 这是标准答案 我们华人但是呢 其实很多的华人都会这么回答 就是说 比如他们家是开旅馆的 他就会说 我们家是世世代代是以旅馆为业 到我这边已经第三代了 你必须继续做下去发扬光大 这是大部分华人 就是你要这个 就是继承 继承家业 就是很多我们华人的观念 那也有人是说 比如说有的时候 我就是一辈子爸爸 就是当不上律师跟医生 所以你一定要去考个律师或医生 来完成爸爸的心愿 有没有 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子去想 那这种想法 其实是把孩子当成是我们的附属品 其实从圣经里面的经文 我们都知道 其实小孩是属神的 不是属我们父母的 我们父母只是代管 培养小孩 但是小孩的一生 其实是神所决定的 不是我们父母决定的 那犹太人会怎么回答呢 犹太人会回答他的小孩说 你被创造来到这个世界上 而且是被上帝创造的 你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使命 而这个独一无二的使命 我告诉你是跟修补世界有关 但是具体是什么 只有你自己能发掘 没有任何人能告诉你 所以你会发现 以色列人他当完兵之后 他干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环游世界一年 为什么 因为他要去发掘 他独一无二的使命 所以他环游世界一年 所以他的人生 不是由他父母决定的 是他自己要去发掘的 而且他都知道 他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使命 是跟修补世界有关 所以以色列人发明这么多东西 犹太人发明这么多东西 因为他从小被教育着 你要改变世界 因为上帝创造了美好的伊甸园 但是这个伊甸园 交给人类治理的权柄 人类治理的越来越差 导致今天世界变成这个样子 要让他回复上帝当初创造的美好 有很多的原则在圣经里面 当然今天我没有时间多讲 但是犹太人都相信 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使命 就是Tikku Orang 就是修补这个世界 这也是我们应该告诉我们小孩的 那对我的小孩也是这样 我从小就一直问他们说 你们知道你们被上帝创造来到的 这些上帝要干嘛吗 开始小孩不知道 后来小孩都知道了 甚至回答我说 因为我常常问 我几乎每几天我就会问一下 我要make sure他们没有忘记 然后到最后我小孩就说 我知道了 我就是要被创造来到这些上 要修补世界的 要贡献这个国家 你不要再问了好不好 这就是华人 我们想一直提醒一直提醒 那圣经怎么教导我们的呢 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到 我们原是上帝的工作 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上帝预备叫我们行的 所以神早就预备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使命 要我们去执行 你现在是否在执行呢 如果你现在在执行 你一定会觉得 一个人生只有16.7%在工作 太少了 如果你在行善 如果你在实行 神要你去做的事情 只有16.7%在做这件事 你一定会觉得太少了 你一定会跟我一样 缩短你睡眠的时间 不要四分之一都在休息 那我们的小孩要怎么教他们呢 从小跟他们谈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真的哦 不要小看你的小孩会不懂 我的小孩一个小三 一个小五 我从小就跟他们谈这些东西 谈到他们都很不耐烦 但是好处是什么 像前一阵子美国总统大选 我要有一天我就要带我的小孩 说你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他说不要 我说为什么 因为他说他要看 川普跟拜登的竞选宣言 我说那很好 我教育没有失败 就是从小跟他们谈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再来一个问题 思考一下 如果你发现你的小孩 正准备在7-11里面偷东西 你会怎么做 马上制止对不对 大部分的华人就一定都会跟我一样 马上制止 甚至骂 你怎么可以这样 我们家里面怎么可以出小偷 你怎么可以偷东西呢 这不是你的 不可以偷 马上制止 犹太人怎么做 我听到扁他 没有吧 犹太人会先让他偷玩 然后再跟他说 你刚才做了什么事啊 你是不是拿了不该 你不该拿的东西呢 好 你既然做错事了 现在我要带你去跟老板道歉 但是老板可能会有两个反应 第一个反应 原谅你 恭喜你 你被原谅了 下次不要再犯 第二个反应 带你去警察局 那因为你做错事了 你就要跟着老板去 所以犹太人会先让他偷玩 但是犹太人也很聪明啊 因为他知道 当一个小朋友去找老板认错的时候 你觉得老板会不原谅他吗 一定会原谅他嘛 对不对 但是犹太人会让小朋友去经历那个 他做错事的过程 所以他不会马上制止他 他会让他先偷玩 那你觉得这教育好奇怪哦 上帝是不是也是这样教我们的 来 上帝是不是弄了一个生命树 跟这个分别三二树 告诉我们不能吃 那上帝明明知道 亚当下话就要去吃了 上帝为什么不马上制止他呢 上帝可以制止的对吧 但上帝没有制止哦 他让人类犯错 因为呢 只有犯错了 你才有刻骨铭心的痛 你有刻骨铭心的痛 你就很有机会不会再犯第二次 当然神也早就预备好 耶稣基督的降神 洗尽我们一切的罪 所以上帝早就知道 我们会有第二次机会 那这个是上帝教我们的方式 其实也是应该是 我们教导我们小孩的方式 不要阻止小孩犯错 当然那个错 是要能够可以控管的错 而不是大错 你知道那个错已经是大错了 你就要管 所以你的小孩如果一意孤行 如果后果可以控制 你就让他犯错看看吧 不要老是保护他 在温室里的花朵一样 不准他犯错 再来一个问题 如果已经创业失败十九次的年轻人 找你投资他的公司 你会投资吗 为什么这次你觉得可以成功 大部分的华人的反应 会说你已经失败十九次了 心里一定会想 这个人就是个loser 然后你一定继续会失败 所以呢 就不会投资他 OK 这是大部分华人的反应 犹太人怎么说的 失败这么多次还不放弃 这个人一定是用生命在做这件事情 如果他是用生命在做的事情 你不投资他 你要投资谁啊 这是犹太人的看法 因为犹太人看法认为说 你失败越多 你就离成功越近 这件事情其实也是真的 为什么呢 被誉为创新之果的以色列 还有我们常常说的创新这个戏骨 你知道他的创业成功率 是百分之多少吗 我告诉各位 不到百分之五 换句话说 你先要学习失败十九次之后 你都不放弃 你才会有那一次的成功 所以这是常态 失败是常态 所以你要跟成功做朋友 你一定要先跟失败成为朋友 你要先与失败共存 而且失败了你都不放弃 那我觉得这个呢 也很好用在一个地方 就是当有人跟你说 这个是神呼召我要做的 那你不知道嘛 因为神没有对你说 你要怎么去查验这个事情 是不是神真的呼召他做的呢 你就看他 是做一次失败之后就放弃了 还是他都不放弃一直做 如果是真的神呼召你要做这件事情 首先这个事情一定很难 因为只有你领受到 所以一定很难 接下来你会遇到惊天骇浪 就是很大的困难 但是你绝对不会放弃 因为这是神呼召你要做的 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人 在经历这样的过程 他还不放弃的时候 我告诉你 一定是神呼召他做的 赶快跳上他的船 跟他一起乘风破浪吧 那圣经怎么讲失败的呢 首先我来跟各位讲一下摩西 你先忘记你是基督徒的身份 你用一个外邦人的人角度来看摩西 你觉得摩西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 如果你是外邦人 大多数的外邦人 如果听了摩西的故事 一定会觉得摩西是失败者 我跟各位讲摩西有几次失败 第一次失败是他打死埃及人 顿入旷野 第一次失败 第二次失败 他受了神的呼召来跟法老王说 我要带我的百姓出埃及 结果法老王不但不听 还加重他百姓的税负 加重他百姓的工作 以至于他的百姓来跟摩西说 你干嘛要带我们出去啊 你看现在我们工作更辛苦了 这是摩西的第二次失败 摩西的第三次失败 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 他去领受十戒 结果下来看到他的百姓 在拜金牛犊 他马上把他的石板摔破 他觉得这是他人生的第三次失败 第四次失败 也是最大的一次失败 是他吉塔潘斯两次 神直接说因着你的不幸 我不让你进入迦南美地 一个领受异象 要带他百姓进迦南美地的人 到最后神直接跟他说 你不能去因着你的不幸 那你说这样的人失败 如果是外邦人来看 他是个大鲁舍 可是我们在新约又看到 他跟以利亚一同显现在谈话 所以我们知道摩西 其实在神国里面 他的位置是极高的 而且在犹太人里面 也认为摩西是一个伟大的领袖 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我们不能用结果来论断 我们不能用结果来论断 连耶稣基督当初 如果按结果来论断 他都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失败 如果我们用结果来论断的话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用结果来论断 我们要用过程来看 所以箴言二十四章十六节也说到 一人虽七次跌倒 人必兴起 这告诉我们不要放弃 七次跌倒了 你都还要继续奋斗 你必兴起 但签计条件是 你是要一人 你不能说我要开赌场 我一直开都失败了 我不放弃 那这样就不行 这一人 你是一人 那怎么样训练小孩习惯失败呢 很简单 你就跟他玩扑克牌 让他一直输一直输 然后再让他偶尔赢一次 让他去学习失败的感觉是什么 让他去习惯 再来一个问题 如果你可以帮你小孩选择生活的环境 你会选在哪里 一个是绿油油的 一个是沙漠 绿油油的比喻就是台湾 沙漠就是以色列 请问你会把小孩放在哪里 不同的环境底下 会培养出不同的下一代 七年级生 这过去的新闻 过去新闻说 七年级生物质欲望农 消费不手软 我不知道现在八年级 九年级怎么样 但我猜应该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为我们太保护我们的小孩 而台湾也太安逸了 但是同样是七年级生的以色列人 他已经是要保家为国 要到战场上面临到生死存亡罐头 你觉得这两种环境底下 所培养出来七年级生 哪一种人比较有竞争力 当然不言可遇 就是以色列 所以有时候 这个人家常问我 就是说 到底神给以色列祝福是什么 为什么以色列今天会这么强 各位我们都知道 飞机是在逆风的时候才会起飞 顺风它是飞不起来的 所以我会回答说 为什么以色列这么强 神给以色列最大的祝福 就是最大的困境 就是最大的困境 我们常常人 有时候我们在顺境当中 我们会忘记神 只有在困境当中 我们才会抓紧神 等一下我给各位举几个例子 圣经当中的例子来看 就是这三个人 扫罗王 大卫王 索罗门王 家境最好的是索罗门王 还可以的是扫罗王 比较不好的是大卫王 但是他们三个人 在神还没有拣选以前 他们都还不错 大卫王 神应许他会成为王 可是他在颠沛流离的时候 他是紧紧抓住神的 而扫罗王你去看 他在一开始的时候 神也说我看这人甚好 然后我的灵与他同在 与扫罗王同在 神的灵与扫罗王同在 一开始都是这样子 可是这三个人 到了人生的地面风之后 他都做了什么事情 都犯错 尤其是大卫王 索罗门王犯的罪也蛮重的 大卫王是什么 犯了十戒中的两个戒 一个是杀人 一个是奸淫 索罗门王犯的是拜偶像 因为他娶了一千个太太 拜了这一千个太太的偶像 都犯了很严重的错 当然扫罗王也犯错 到最后神的灵离开了他 这三个人都是在人生的顶点之后 开始远离神了 这是人的悲哀 所以你想不想这样祷告说 神啊 我为了不远离你 请你给我更多的困境 不敢吗 可是我们人就是会这样 所以呢 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七节说到 人在幼年复二 这缘是好的 所以我们不要让我们小孩一开始就在温室里面 你要给他困难 不要太保护他 因为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这一场我们讲说 富不过三代 所以一定要给我们的下一代要困境 只有在困境当中他才会学习 顺境当中他会认为一切都 反正都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不对的 再来 你通常会用哪一种决策方式 抽签还是投票 现在还有人在抽签吗 但是你看圣经里面 年纠分地为业 抽签 都是抽签 圣经里面很多都是抽签 可是我们现在都不用抽签 我们现在都是用投票 华人 我们常常希望就是一致表决通过最好 不要有人有异议 这是华人 但是以色列人会认为 当多数人都赞同一件事情的时候 这件事情一定有蹊跷 一定很奇怪 所以一定要有反叛的角色 去担反叛的角色 要重新跟开始大家辩论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认为呢 因为圣经的教导 十二个探子探迦南美帝 十个回来说 哇 不要去 不要去 只有两个坚守说 我们一定要去 请问他们投票完之后 是会去还不会去 就不会去了 所以他们会认为 有时候少数人的意见 要多听 因为从这个历史事件 所以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孩子 不要怕跟别人意见不同 因为历史上的伟人 一开始都是不被多数认同的少数 甚至是 我们在圣经里面很多的先知 你去看他当初他所讲的 都是没有人认同的 但是到最后 证明他是对的 所以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小孩 不要怕跟别人意见不同 你就讲出来 你就讲出来 多沟通 那抽签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就是当你在做决策的时候 为什么我这么讲 你现在看 如果有十二票 有十票在里面是不要进加南美帝 另外两票是要进去的 你真的抽到那两票 按照几率论来讲 这个几率是少的 但是你反而抽到了 说不定是神的旨意让你抽到的 所以抽签有时候不见得是不好 但是只是现在我们被这个 世界上的这些 我们不能讲说世上小学 我们常常就说 少数服从多数 其实在圣经里面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以色列人学到的一个经验就是 他们就进不了加南美帝了 接下来有三个投资机会 你会选哪一个 我来给各位念一下 A 这个投资机会 有一党进行股票投资的基金 过去四年投资报酬率 平均20%到30% 第二个 有一党进行也是股票投资的基金 承诺你 每年给你固定6%的利息 五年后还你本金 第三个 有一党进行股票投资的基金 不承诺你任何事情 只承诺会尽力管好你的钱 好 你们会选A的请举手 没有人 你会选B的请举手 好 请放下 你会选C的请举手 好 请放下 华人大部分会选A跟B 好 那犹太人会选C 为什么 看一下圣经的经文 雅各书四章13到15节 你们说今天或明天 我们要到某城去 在那里住一年 并做生意赚钱 其实明天怎样 你们并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本来就是过眼云烟 转瞬之间就消逝了 你们倒不如说 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做这事或做那事 所以犹太人的观念 未来的事是神的主权 我们投资 很多的时候 世上小学教我们 要预测未来投资 你预测对了 你就会赚钱 但是犹太人不这么认为 犹太人认为 未来的事是神的主权 人的本分是什么 这是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 圣经有一堆经文 今天没有时间讲 但是结论就是 勤奋工作 其实是人的本分 圣经没有应许 我们可以一息致富 所以未来是怎么样 是上帝的主权 我们不要预约了神的主权 赚钱的主力 是来自你的本业 你的投资 其实是风险管理 世界上最脆弱的基础 是利益 最坚固的是信念 我们赚钱 其实钱 我要讲都是神的 我们只是被神托管 假设这个钱在我们手上 我们只是管理者 不是拥有者 但是如果你想要 神托管给你更多的东西 你就必须要 懂得怎么管理 而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 不要靠预测 去说哈 有很多人就说 这个会怎么样 会涨 然后就把所有的钱 进去show hand 就是说哈 千万不要这样 因为这是违背了 风险管理的原则 然后也不要因为预测 去做这么大程度的 这个 真正要赚钱 其实是靠你的财富 不是 是靠你的本业 绝对不是去投资 别的东西 你要赚大钱 因为投资别的东西 你假设没有做功课 你是违反了圣经的原则 因为圣经的原则是 你的收入是你一点一滴 要去靠心情工作所累积的 这也是犹太人的观念 另外学习的心态 犹太的小孩跟华人的小孩 是差别很多的 各位可以看到差别了吗 这个是我二儿子 不过我只是叫他来当一下model 我没有真的就这样逼他去学习 犹太人的小孩其实在学习知识的时候 他们因为都动手做 所以他们也不会去听 就是听的时间很少 都是动手做跟辩论 所以他们一定都很有趣 但是我们的教育方式就是一直听听听 所以就觉得很苦 而且不断地跟别人比较 所以学习就非常的苦 这个是在犹太的教育里面所没有的 讲了这么多 有很多教会问我 可不可以把犹太教育移植过来 千万不行 我就是一个火生生的例子 教育其实是跟文化有关 如果一味地抄袭别人的教育 我觉得这个又落入到华人的另外一个思维里面 就总是抄别人的 没有原创性 尤其是教育是不能抄的 教育是跟文化有关的 譬如说我在跟我的小孩 我常常就是我都会鼓励他们要问问题 甚至我还跟他们说 你要把老师考导 那养成了我小孩一个特性就是很会辩论 那我讲什么呢 他总是会有 我讲一句他要十句回来 因为就辩论 到最后我就受不了 我就说你不要再问了 就是这样 那你想想看 因为这是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文化就是你要听 可是如果你是一味地用犹太教育去教你的小孩 你又没有办法坚守这个原则的话 你的小孩会精神错乱 他说爸你不是叫我要跟你辩论吗 那你现在又不准我问问题 这个所以教育不能超 不能超 我们可以去学习它的优点 但是不要一味照超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犹太教育擅长的是什么 教你打破规则 因为他都是辩论 所以你看以色列会有很多start up 就是很多新创 因为他总是会去想着要做新的东西 打破规则 但是我们华人很会怎么 把一个东西复制到全世界做大 我们很会scale up 那要scale up 你要制定规则 你要学习 你要学习制定规则 你要让别人遵守规则 这是我们华人教育 教出来的人所擅长的事情 所以不能超 当然可以整合两者是最好 我们所做的就是这件事 我们在以色列所创立的 这个宜恩万国教育中心 就是在做整合犹太教育 跟华人教育的事情 那我们在2019年的年底 2019年以前 COVID-19以前 我们就每一年都会接待以色列的高中生 甚至到国中生来台湾进行交流 来我们请同工帮忙放一段影片 我们来看一下交流的实况 这是我泰台 这是我泰台 这次很荣幸能够参与教育论坛的活动 藉由这次机会和许多以色列学生 进行英文的交流 我觉得他们人都很好 然后也很愿意主动去跟你说话 我们从这次的简报中 学习到如何分工合作 然后不断修整才能得出最好的结果 我喜欢在一群团 因为他们有很多不同的观众 和不同的文化 所以我们必须参与两个文化 一起做一个大展示 我要非常感谢英外科的同学 他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就把这些议题都准备得非常充分 它做了很多给自己的性格 它给予他们自己的自信 現在他們更認識的問題我們當人們必須遭遇 這個節目的分別只能夠增加我們的經驗 我們真的把未來放在那些年輕的孩子 他們真的期待能夠有更好的世界 我相信台灣人和納粒在台灣有能力 去改變 讓學生的視野從教室延伸到世界 Thank you Taiwan 這個是COVID-19以前2019年每一年 一直到2019我們每一年都會接待以色列的高中生 到國中生來台灣 你會發現其實我們給我們台灣的高中生 他一點刺激的話其實他們也可以表現得很好的 由於COVID-19其實神也可以擴張了我們更多的境界 雖然他們沒有辦法來 但是2020年因為台北市的柯文哲市長他有去過以色列 他去完之後覺得以色列教育也非常的棒 所以一定要跟以色列教育要合作 但是他又不曉得應該怎麼做 所以他發起了這個計畫 但是委託我們來執行 所以在2020年雖然有疫情 但是我們也組織了台北市的28所學校 跟以色列的23所學校進行比友共學計畫 就是一起的一起學習 那主題呢其實2020年的主題就是在講這個生態保育 就怎麼樣保護地球保護生態保護動物 那一開始的時候其實我還滿緊張的 因為其實那個時候開始接受報名的時候 台北市的學校是很踴躍的 所以馬上就突破了上限 然後台北市教育局就跟我講說 停止停止不要再報名了 因為太多了 可是我那時候心裡想說我緊張了 因為28所報名 我去哪裡找28所以色列的學校 我那時候非常緊張 所以我就想說交給神 然後我就請我們的這個同仁 就是製作了一個Google表單 就是報名的表單 然後我就把這個表單透過我以色列的友人 撒出去 沒想到一個禮拜之內 就23所以色列學校跳進來 真的是感謝讚美祖 不然的話真的不曉得該怎麼辦 所以這個也是說明就是神要做的事情 他自己會去做 我們雖然都是Nobody 可是神可以使用我們去做神要做的事情 所以也是因著這樣 突然23所學校跳進來 就在2020年我們執行得非常的成功 這就是他們一些交流的現況 他們有用這個視訊在做交流 然後我們也提供給他們一些科技的平台 讓他們可以在科技的平台上進行交流 用科技的方式 那也因著2020年的這個成功 2021年其實神又安排了一個更重要的事情是 以色列教育部也說他想要參與了 所以從2021年的開始 就是今年開始 就是以色列教育部跟台北市教育局合作 所以在1月12號下個禮拜 會有新聞記者發布會 就是很難得的是由中央 以色列教育部跟我們的地方 台北市教育局居然可以有簽約合作在教育上 這也是我看到就是神真的是擴張了我們的境界 讓這個以色列跟台北市 我相信未來不只台北市 在各個地方縣市都會擴大這樣一個教育的交流 而也因著以色列教育部的參與 所以今年的參與學校 雙邊各有30所 從國小到高中 這是非常非常感謝主的事情 一切榮耀歸給神 最後我用一句話來做為今天的結束 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 一個成功的企業家 充其量只能改變一個產業的未來 但是一個成功的教育家 卻能改變成千上百個生命 有誰知道這句話是誰說的 這是小弟在下我說的 謝謝大家 感謝主讓我們今天有這麼棒的一個主日的了解 我們拿起周報 我們這裡有本週金句也是講員 一開始雖然我們大家一起沒有讀 但是我們現在來讀一下 從以色列人的這個教育裡面 我們真的是看到是真言第九章十節 我們一起來讀這一節經文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我們從以上分析真的是看到 以色列人他們一直在經歷這一件事情 當他們敬畏神的時候 就得著智慧得著聰明 能夠勝過世上很多強國 真的是感謝主 那我們就真的是要來為我們自己 和我們的下一代來禱告 也許我們還沒有找到我們生命中的 使命任務是什麼 雖然我們可能已經中年退休人士 但仍然可以尋找 因為我們還沒有85歲 對 即使現在85歲都只是平均壽命而已 你可能活到90歲 95歲 喵波波93歲還在教書法 透過這個來為社區服務 所以我們也能夠 我們要帶著我們的孩子 一起來尋找神給我們的使命 只有我們自己能夠從神那裡領受的 我們來唱這首詩歌回應神 祂真的是信實的神 祂會為著你有困難來感恩 祂會為著你有祝福來感恩 各樣的情況下神都在帶領 我們一起起立來唱詩歌 祢有美的 有善有故有泉源 祂為我有風聲預備 我必定義務所欠 我心相望主的音訊 我心相望主的音訊 主的話與我必遵心 每一步有主的帶領 我一生跟主向前行 我心在耶和華的心事恩典中 心事恩典中 我心在耶和華的心事恩典中 心事恩典中 神靈我 神靈我 靜如美地 有善有故有泉源 祂為我有風聲預備 我必定義務所缺 我心相望主的音訊 我心相望主的音訊 主的話與我必遵心 每一步有主的帶領 我一生跟主向前行 我心在耶和華的心事恩典中 我心在耶和華的心事恩典中 心事恩典中 我心在耶和華的心事恩典中 心事恩典中 我心在耶和華的心事恩典中 我心人十足 我心... 我心在耶和華的心事恩典中 我心是恩典中 我活着单靠神话语 我一生的心事为良 玛纳每天为我而讲 朱狂烟如梅蒂 我一生跟随着到底 我心在耶和华的心事恩典中 心事恩典中 我心在耶和华的心事恩典中 心事恩典中 我心在耶和华的心事恩典中 心是恩典中 我心在耶和华里 心是恩典中 心是恩典中 我们就来为我们自己祷告 为我们的家庭来祷告 为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 求神给我们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心 让我们真的是从祂那里 得着一切的智慧 得着一切的恩典 能够在这世上做祂的明光照耀 我们一起来为自己和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亲友 我们的亲属们 社区们都来祷告 哈利路亚 主啊 谢谢祢 主啊 祢是全智慧 祢是全知全能的神 祢是至圣者 主啊 我们认识祢 敬畏祢 就是智慧 就是聪明 主啊 谢谢祢 让我们先得着了祢自己 主啊 因此求祢帮助我们成为那个 寻求祢的 主啊 能够打破我们生命中很多的框架跟残累 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跟随祢 让我们和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家庭都能够敬畏祢的来跟随祢 从小就来认识祢 能够在祢的同在当中 在祢的信实当中 活出那美好的见证 主啊 我们赞美祢 赞美祢 谢谢祢 谢谢祢 谢谢祢恩待我们 我想我们也是特别的来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祷告 我们一生 神要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任务跟使命 是只有我们可以发觉的 不管你现在几岁 不管你的孩子现在多大或是多小 他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使命 是神赋予他的 所以我们就来祝福我们自己 祝福我们的孩子 他们可以从神那里发掘这个使命跟任务 只有他们能够去执行 只有我们自己发掘以后 我们能够去执行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就来祝福 我们能够领受到 我们可以寻找到 而且我们彻底的来去执行跟随神的脚步 我们一起为此来祷告 主啊 求祢帮助我 主啊 帮助我能够真的是 在祢的给我的任务跟使命当中 主啊 我可以不放弃 我可以忠心持守到底 主啊 主啊 我的家人 主啊 他们也要来寻找到 主啊 我的家人当中 主啊 我的家人当中 主啊 我的下单 主啊 我的家人当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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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他们也都要找到 主啊 我的家人当中 主啊 你要带你我们 主啊 你要带你我们 也唯有我们寻找祢的过程可以找着 所以 主啊 你帮助我们 在新的一年 我们真是要专心地寻求祢 专心寻求祢的就必寻见 敬畏祢的就得着智慧 主啊 谢谢祢 不单我们自己 还有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的亲友 他们也都要来寻见 主啊 透过我们 跟祢的关系 能够来向他们见证 祢是活神 祢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祢也掌管这个世界 我们向祢献上一切的感谢和赞美 将荣耀颂赞都归给祢 谢谢祢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 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 我们可以彼此问安 有一些交流 那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聚会 谢谢 谢谢